北京又有社区被紧急封闭 大批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进驻 门口指手徐罗消毒 风声鹤唳 居民大排长龙做起核酸检测 北京疫情波及的丰台 昌平海淀三个区域 其中两名确诊者 日前去内蒙古旅游后 出现喉咙透发热等症状 照常外出用餐 还邀请多名朋友到家里打麻将 结果八人打牌有七人确诊 目前已经遭到公安刑事立案侦查 该起疫情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序列比对显示 该起疫情的病毒 以近期我国内蒙古 甘肃等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 目前全大陆从10月17号以来 疫情一周内波及11个省份 涉及13个旅行团或自驾游 包括北京内蒙贵州甘肃宁夏 都已经暂停跨省旅游 而引起本轮一起大面积传播的 上海旅行团途经甘肃内蒙等地 但最早被发现却是在陕西 其中一对夫妻去参观 秦始皇兵马友博物馆时 被要求提出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没想到一筛成阳性兵马友立大功 而疫情热点甘肃已经关闭 省内所有旅游景点和娱乐场所 并终止在兰州旅客的一切旅游活动 就地隔离检测 内蒙古俄纪纳其宣布 所有人居家抗议 居民和游客族出户防控升级 全面阻断疫情 记者伊伟林 余毅北京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